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段 但凡看戏曲 听评书 看着杨老令公最后撞背而死的时候就恨潘美 潘人美 那潘美第二大锅背的是什么呢 就是公报私仇 就说他设计杀害了什么杨其郎啊 杨延四啊 这段讲起来也是让人募资尽烈 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的小儿书 杨其郎长得特漂亮 然后最后被乱箭射死 类似于万箭穿心 当时我就特恨潘人美 但真是历史当中呢 这些事儿 跟这个潘美老英雄完全没有任何关联 而且好多呢 这个情节完全是这种虚构 文学虚构 或者戏曲啊 什么这些评书艺人 这些虚构 潘美老英雄呢 把这些黑锅呢 确实背得很久很久 那么在下面继续讲潘美之前呢 朋友别忘了 每一期啊 都希望你们发这个弹幕 然后每一期呢 都会有一个彩蛋赠送给大家 以解答大家感兴趣的一些历史知识 在演绎啊 戏曲啊 评书当中呢 你看潘人美 同地卖国 经常和这个帽上戴了大雕尾巴的那些 契丹族勾勾搭搭搭 真正历史上真实的潘美将军呢 却是宋朝 鼎鼎功臣 拼领表 定江南 征太原 镇北门 如马一生 战功卓著 都说潘美是北宋的开国功臣 实际上潘美扬名立外 还不只是仅仅在宋朝他扬名立外 早在后周时期啊 他就已经是攒鹿头角了 当年的后周世中柴蓉 刚刚继承地位 北韩和齐丹联军 伐人之丧嘛 然后率领这个金律军马来攻 高平大战 哎 就等于是被柴蓉啊 打得大半 这场战争中呢 当时布满三十岁的潘美 也是柴蓉手下军将之一 出力很多 而且他当时是在江珠岭一带呢 就是恶守啊 那个险恶的那种要道啊 这个阻击辽军 成功遏制辽国大军对北汉的这个当时的这种支援 因为厉害军功啊 很大 所以他被升为后周的这个中级军官了 所以说他出道的时候 等于就是一名勇敢善战这样的一个军中能将啊 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 宋朝建立之后呢 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啊 什么入东京啊 到大殿上宣布赵昂音啊 在外里已经成立的消息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他入陕州啊 这个孤胆英雄嘛 把当时的地头蛇啊 也给收服了 接着呢 潘美还跟随宋太祖赵昂音下扬州 平定后州节度实力重进 在这个战争中 他也立下战功 而后呢 潘美又替宋朝扫平湖南地区 使得宋朝在当时啊 可以呢 西溃后蜀 南邪南汉 就等于是更加容易平定啊 那几个小的割据政权 再后呢 潘美啊 率领兵马在湖南驻兵多年 积极呢 为宋朝统一南方做准备 最终呢 宋太祖决定 让潘美做祖帅 率领宋军平灭南汉那个罪儿小国 在平灭南汉的过程当中呢 潘美的勇武至谋 表现得淋漓尽致 南汉在哪里呢 这个小国啊 我们之前好像很少提到过他 南汉政权是五代十国 十国其中的一国 他统治的区域呢 包括今天的广东 广西 海南 一大块地 唐朝末年呢 有个叫刘衍的这个军阀 他呢 被封为封州刺史 封州就是今天广东赵姓封开县 那一大片地 由此之后呢 他就施展手段 哎 又成为这个青海截渡史 等于是威震一方了 自此之后呢 他还有他的一些后代 就开始统治这个南汉区域 广东 广西 海南的一大片 潘美平灭南汉的时候呢 当时的皇帝叫刘昌 前面我们也大概提过这个 刘昌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所谓的南汉的皇帝 绝对是混蛋冒烟的这样的一个家伙 继位的时候呢 这小子才16岁 他就认为啊 群臣各有家世 不能尽忠于他 尽忠于他的这个大汉国吧 实际上南汉就一小国了 因此他就把一切政务啊 都让太监处理 他就任用那些宦官 你说任用宦官你就算了 顶多你在宦官里选些人才 看看确实是有些这个 比如说有才能的 懂得书记的 叫这帮人帮你处理处理文件 但是呢 刘昌也知道 宦官啊 再怎么样 他不是一个人才库 怎么办呢 这刘昌就想了一个特别殷损的一招 凡是在南汉国内他发现有才能的读书人 哎 考完试之后 他都有把这些人阉割了之后 才任命他们官职 所以说呢 南汉当时的读书人最倒霉了 你考取了前三甲 只有金王提名师 再无洞房华主意 披红挂绿 带着大红花之后呢 就被那些患者们拥入残世 先阳割了 刘昌平时最信任的就是他身边那些太监 他有一个女巫 以及呢 那些胡商进贡的一个波斯舞女 估计是跳肚皮舞的 哪位大臣还只要是得罪了这些人 这几个人下场只有一个足诸 当时呢 那患者 太监们还劝刘昌 先帝所以得保卫传陛下 所以先帝就指刘昌的爸爸 就是因为当时啊 先帝把他所有的弟弟全杀了 您也应该效法先帝 哎 刘昌一听 对啊 这主意 马上下令把他那几个弟弟杀了一干二净 你看 这么酷虐的一个小国 由于山高皇帝远 玄阁顶外 所以传道刘昌呢 也经历了四世无主 这近六十年 这么长的时间 听说宋朝的这统帅潘美 率领大军进攻自己的小国 这刘昌呢 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派出十五万大军 还在韶州一带 赋语文靠 韶州就是今天的韶官一带 也在我们广东 宋军呢 连连克节 因为对这个南汉军队的战斗力啊 根本就看不上 但是正当宋军屡战屡胜 一路追击到邵州的时候呢 哎 忽然都傻眼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你看 屡战屡胜的宋军 按理说 面对着岭南地区这些小个子士兵 他们不在乎啊 原来啊 宋军是碰到了南汉的秘密武器 什么秘密武器啊 战巷 我们现在在两广地区啊 已经很少大巷 尤其那亚洲巷 基本上都快灭绝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还挺多 南汉军队啊 几百头大巷 各个的大象身上披挂那个竹子座的象铠 大耳朵铺上着 呜呜吼叫 看上去是又威武又庞大又怪异 每只大象的背上呢 都一个那些小阁楼的东西 那上面呢 坐的十来个南汉士兵 这些呢 手持枪弓硬弩 居高临下 就向宋军射箭 中原军队的士兵啊 平时都是在寺庙里啊 什么绘画中啊 或者是在什么皇帝的临寝前 那些石雕像上见过大象 真正的见到真的大象 基本没见过 所以说呢 这些宋军将士 遇到这个先前那些体格销售的南汉士兵啊 绝对是没有任何人害怕 勇往直前 争先杀敌 但是呢 看到这些大象 在当时绝对是皮糙肉厚的那种肉挡车 但是 宋军从来没有在战场上碰到过 因此呢 马上呢 心生惊惧 别说士兵 害怕 宋朝的前军将领也害怕 赶忙下令撤退 宋军呢 立刻后军变前军 开始匆忙急速回撤 但你步兵腿再快 也不如那些被南汉士兵就尖毛 击刺着 来追赶他们的这些四条腿的大象 那大象跑出来的速度还挺快 因此那些大象嗷嗷叫着 铺山大耳朵就追了过来 撤退的宋军呢 也有一些胆大 对着大象就发射箭 就近的呢 就用什么刀啊 什么枪啊 来砍来捅 结果呢 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于是乎呢 宋军的前锋军等于就是遭遇大败 不少宋军士族呢 还被南汉的相军啊 这个上面的士兵啊 剑弩射死 不少人呢 还被那大象的大蹄子践踏而死 潘美当时在 他肯定是在后军或者是中军 听到前锋军军败的消息呢 赶忙着让宋军的劫磊扎营 深挖壕沟 然后呢 他亲自和南汉军队对阵 就仔细观察狄行 大象这种东西呢 潘美自己还真见过 他见的还比较多 在开封汴京的皇帝的御院 御花园 见过那种大象 但是那个大象呢 早是先前进贡的 就非常逊顺温和的 表演的大象 但眼前南汉军队的 战斗用的大象 庞大猙獰 披着竹铠 浑身铁链 看着还真瘆人 看到手下的军将 惊慌失措 潘美还笑 象镇这种阵法 三国师诸葛亮 在平定南方时候去遇到 他当时制作怪兽车 土衣无彩 遇到象镇的蜀国军士 就从车中往外喷的火油 惊吓大象 这一来呢 肯定能破 破了个象镇 而且呢 我们军政还要强奴 大象皮在后 绝对盯不住 我们的床子弄 听潘美主帅这么一讲 宋军将 稍稍心定 当然了 你制造怪兽车是肯定来不及了 但既然从祖帅潘美处得知 这个大象怕火 这事就好办了 转天呢 宋军和南汉军就摆好了阵势 准备决议死战 潘美呢先派出几千步兵做前阵 发起冲锋 南汉军这样看了 暗自好笑 心想你看 宋朝将帅真是记吃不记打 昨天刚刚折了一阵 今天还敢进攻 于是呢 南汉军队那些统军也是另起一挥 南汉的士兵呢 就开始用那个毛刺那个大象进攻 于是南汉的几百头大象呢 根据这个士兵的这种击刺 实际上也是一种命令了 马上就开始冲锋了 向阵背后呢 还有好多的南汉军队了 这帮人又有马军又有步军呢 就准备跟随着大象 等大象就踩阵 柔阵 冲阵之后呢 他们马上也大举压伤 果然看到南汉向阵启动 宋军呢还顿时惊慌失措 兔子一样掉头就跑 南汉的士兵啊 就跟训兽师一样 刺着身上的大象紧紧追赶 宋军呢就马上跑过那个壕沟了 然后过去之后呢 就把那个他们从那个壕沟上搭着浮桥 就把浮桥给撤下来了 这大象就吼叫了 虽然是壕沟比较深 但他也挡不住啊 他们的大脚掌 慢闷腾腾的这些大象 愤愤的就跃下壕沟 然后呢就顺着那坡往上追 准备继续追赶宋军 结果等这些大象狂人大悟 哼哼哼哼的往那壕沟上面爬 这阵子忽然之间 无数装满煤油的陶冠 迎头就朝这个南汉的相军砸下来 青霍之间 这些大象身上的竹铠啊 撒满了那些油 背上那些士兵浑身也都是油 那边向着宋军的工中手看准时机 仰天发射火箭 答案这火箭不是现在的火箭 就是射的那种火箭 大象确实不怕宋军的刀枪 披草落后 但熊熊大火 我们想世间万物水不怕 毕竟是动物 一时之间不得了 遍地都是些火象 胡乱奔跑 至于那些象背上的南汉士兵呢 愤愤地掉下来 那帮人也着了 好一点呢 就被宋军痛快地杀死 运气差一点 就被大象踩死 或者就在豪口里滚着滚着 活活地慢慢烧死 在盘北指挥之下 宋军纵火的纵火 还有一堆人呢 抬着巨大的战鼓 朝着大象玩命敲打 无数之战鼓奇响 声音是惊天动地 南汉的战相许多 根本就一听这个东西 就惊慌 封了一样 横冲直撞 就把南汉的密集军阵 一下冲入西班牙 踩死了不少他们南汉自己的士兵 当然了 乱归乱 逃归逃 荒归荒 最终还是有几十艘大象 就冲过那壕沟 向宋军奔跑过来 这个时候呢 潘北镇定自若 即刻命令宋军 用集结在一起那个床子拢 在当时呢 就跟好家那个重机关枪一样 骑射大象 骑射热荒的大象 对于一般的箭 对于一般的这些东西 根本就有承受力 根本就射不透它 但我们要知道床子弄 那个箭就跟大镖枪一样 所以说那个箭一射过来 肯定射不了 一下子就能把那个大象射穿 那大象呢 没有被射死呢 也是狂奔往回头跑 惨毫而去 大败之下 南汉军队这十多万人 被杀的杀 被向踩死的踩死 被烧死的烧死 剩下的基本都被生擒活捉了 由此呢 潘北率领宋军占领了烧州 乘胜前进呢 宋军是织攻广州 眼看宋军已经飞龙城下 南汉的国主刘厂呢 马上派人 还弄了十几艘巨舰 把他的美飞啊 金宝啊 那些卫士啊 塞满其中 他准备从海上逃跑 谁知呢 这皇帝自己还没上船 他手下一名太监 率领了一千多名禁卫军 先走一步了 把他十多船 美女爷金宝啊什么的 全盗走了 不知道到哪个野岛 做岛主快回去 有可能呢 跟那徐福一样 去当时日文了 望着 渐行渐远 那十多艘大船 南汉的小皇帝流场啊 叫苦不迭 南汉皇帝流场是个奇葩 南汉那些大臣们 也是一群奇葩 宋军兵临城下 眼看就要亡国了 情势如此危急 这些南汉大臣们 你说你想着 怎么守城池 怎么召集兵马步 这些人在宫中商量 北兵此来 主要贪图我国的财宝 咱不如把城内 库藏 一把火都烧干净 敌人占据空城 肯定不能久住 很快就回军撤走了 到时候我们接着再回来 哥几个执行力还挺强 马上找来一帮军士 把那些这个 府库啊 宫殿啊 广州城内的高大的建筑啊 全部纵火飞烧 一席接近 一晚上啊 全部都烧生灰烬 但是我们要知道 宋军此来 绝对不是为了贪图 广州城的城堡的 所以说你工城啊 宫殿少了 府库那些金银财宝少了 也阻止不了宋朝 军队的进攻 哎 城中大火刚灭 潘美就率领宋军 攻入城中 南汉的国主流场呢 没办法了 只得率领他手下那群臣投降 望着大火融了冒烟那宫殿 都成灰烬了 潘美大怒 即刻下令 哎 把这个南汉国主流场手下 平时作为作福的一百多个 什么患者啊 那些官员全部杀掉 然后呢 他又把南汉的皇帝流场 当做战利品 押回汴梁开封 向宋太祖呢 暴劫 至此呢 南汉的宋朝呢 又得到南汉的六十周净土 一共二百四十县 由此呢 潘美为宋国宋朝 诱了一下赫赫战功 宋太祖呢 也挺高兴的 当时就升潘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那么在广州任上呢 潘美就显示出他杰出的军事才能 陆续讨平了岭南各地 就包括海上的南汉的残余势力 巩固了宋朝在南方的统治这个范围 再后呢 宋太祖之皇爷就命令大将曹兵为主帅 潘美为副帅 带领精兵十万战舰数千艘 就功取大词人李玉当国主的那个南唐 现在呢 我们说起大词人李玉 他都特别可怜他 左二他最后被毒死 包括他写那词 特这个哀怨 好像这个人啊 挺冤挺无辜的 实际上南唐那个小国 多年来就李氏三代人 等于是割据一方 对外面呢 只要他打不过的 后家贡献 以求自保 送银 送金 送东西 送美人 来求自保 对内 对他自己的小国内的百姓 残酷压榨 横争暴敛 李玉继位之后呢 确实这个人也不大懂得治国之道 奢侈无度 政治上还是非常黑暗的 因此南唐人民的日子 就跟李玉的词中所写 人生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攻灭南唐那个战争当中 虽然说曹斌是宋军主帅 但真正身冒封敌 在南唐各个城下都战直接指挥呢 肯定是大将潘美 所以说呢 潘美指挥宋军呢 一路势无破竹 攻城陷地 火攻水尽 最终呢 潘美身先士卒 攻破南唐的金陵城 迫使李玉呢 率领宗族 集体投降 那么根据 旭自治通见词呢 李后主先见潘美设败 美达之 次曹斌 由此可见呢 李玉投降之时呢 是先向首先进入城那个大将潘美 下跪行败的 然后呢 才给宋军主帅曹斌行 潘美呢 对待这个降王 也是礼貌周全 李树周全 恩威并施 综上所述 在宋朝所平定的 这些个 歌剧小国当中 就潘美一个人 充当主将或者主帅 就弄掉了四个 京南 南汉 南唐 加上日后阳夜所在的北汉 可见潘美呀 他在宋朝统一的过程中 绝对是战功赫赫 那么在宋朝对辽国 和七丹军队的责任 潘美更是武功赫赫 特别是公元982年 春天的燕门关战役 我们先前也讲了 潘美洋夜协同作战 他是主帅呀 最终宋军以少胜多 大败辽军 由此呢 潘美容身为戴国公公爵了 公元982年的辽军三道路寇 又被潘美率领军队迎头痛击 而后呢 潘美率领得胜至今 追逐这个契丹军队 击破敌人的盈磊三十六座 等于是威震待北 从公元954年 潘美第一次率领军马抗击辽国 一直到公元982年 燕门关大盛 哎 近三十年时间内 我们这个潘美潘将军 多次率领军队 包括厚州的军队也好 宋朝军队也好 和契丹军队作战 而且呢是胜多败少 由此呢 如果我们从抗辽 防辽和这个七三军队打仗 这方面讲 潘美啊 他的经历啊 断断续续 长达二十八年之久 而他手下的勇将杨叶呢 哎 这位杨家将的第一代 这老将军呢 满打满算 他抵御辽国异族的 这个战争过程 实际上 不过才八年 我们刚才呢 讲完了潘大人的志勇 我们还要讲 潘美第四院 潘美绝对不是 张扬跋扈的全臣 而是小心谨慎的大将 怎么说呢 我们从一件事情上 就可以看出来 由于潘美这个人呢 勇武绝伦 为人又厚斗实在 因此赵矿燕呢 对于军将出身的 别的那些老哥们 背九世兵权 唯独对于潘美呢 是始终信任 我们想一想 才能 有时候对于人主来说 对于皇帝来讲 那是威胁 定时炸弹 但潘美这样的人 既有才能 又有人品 在宋朝开国之初 这样的人 非常少见 绝对是得天独厚 自然就得到宋太祖的 这个青睐和赏识 当然了 潘美为人也非常谨慎 他内心就知道 赵氏兄弟经常是遗迹大臣 所以说他每次 出外专任一方的时候 带兵走的时候 都把他自己的妻儿老小 留在京城 只带自己的妾室出外 他自己的小妾 每当在外地 比如在广州 在哪儿生孩子 他马上派人 把他小孩送回京城 也就是留给皇帝 当仁治账的意思 赵氏兄弟呢 由此对他就特别放心 而且呢 每次盘卖说特客气 特让赵矿燕 赵氏兄弟也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你看 陛下 我潘美出兵在外 办这宫事 恳请皇帝您 照顾我的家小 给陛下您添麻烦了 你看 都会说话了 由此呢 潘美当时做人 是做到一种最高的境界 什么境界呢 人不忍欺 你看 人不敢欺 人不能欺 人不忍欺 就是最高境界 当然 说到杨叶战死的陈家谷战役 年过花甲的潘美 潘老将军 也是多年官场浩摩 目气已深 当时呢 他为了自保 就很怕了监军 所以说做人呢 变得已经是非常远统了 等于呢 就聚于 当时监军王申的权势 对于大将杨叶呢 没有能够明明白白的加以支持 致使杨叶兵败身死 所以说呢 他确实是有责任的 其实呢 那我们仔细想 潘美当时也是按照约定 在陈家谷口啊 埋伏下士兵 就说明潘美还是支持了杨叶的意见 但当时王申他率先 带领兵把离开谷口 在如此进退两难情况下呢 潘美依旧在附近群巡 直到听到杨叶败训之后呢 他才挥兵雀走 古汉与徽兵雀走的雀 意思是退 还 是离开 不是逃走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看着原始史书啊 一定要斟酌他那个词 而且呢 在杨叶以败生死步兵 这样的情况下呢 面对汹汹而来的十万辽军 如果再次贸然出兵失利的话呢 就没有人能去完成 就护送这二十万平民百姓 内签的这样重大的任务 我们可以想见 是正面迎击刚刚得胜的辽军 还是掩护四周二十万 这个人民老百姓内签 当时潘美内签肯定是 经过激烈的那种挣扎 作为统帅 二十万人命 应该是高过杨叶和他那几百残兵的性命 所以说最终呢 潘美选择了这个前者 而就是这种选择 恰恰造成了潘美千古遗恨 杨叶之死 肯定是老英雄潘美人生当中的一个污点 在那无尽的噩梦当中 他眼前肯定总会闪现 杨叶哀怨重重的那张脸 闪现的那死亡士兵 重重的人浪 毕竟是五千多士兵啊 我们可以想见 陈家谷口那些和杨叶 一起阵亡那些宋军的喊沙声 肯定也会长时间的 隐绕在潘美老将军啊 这个睡梦之中 潘美呢 从宋太祖黄包加深起 追随赵邝燕赵光毅 为了北宋南征北战 立下赫赫战功 面对强大辽国军队的时候呢 潘美又屡破辽军 立下不朽的功勋 捍卫了北宋的边疆 因此这个人是一生忠勇 报效国家 确实是值得我们世代宋阳的 这样的一个大英雄 那么潘美如此一个堂堂北宋 开国名将 他怎么就变成了大白脸的奸臣形象的呢 这个文学发展文学进程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在杨叶死后 杨叶后代的杨家将是怎么发展的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详细讲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之后为何会流传 潘洋不接亲的说法呢 最近我们讲的那几集啊 说的都是北宋的北国侠潘美的故事 杨叶死之后就一直到今天 随着杨家将系列小说戏剧影视的广泛流传吧 知道大宋开国名将潘美的人越来越少 而知道大奸臣潘人美的人越来越多了 历史呢讲究盖棺定论 可是人们将历史演绎当中的原型潘美 最终复会为潘人美 这个讽刺的事情就发生了 他的名字在潘美算多了个人 但是呢 真正关于他的评价 却走向了 他是个不仁不义 不种不孝 这样一个奸臣 走向极端了 甚至呢 是因为这些不真实的演绎戏本 就在民间还造成了一种什么现象 潘洋不接亲 你看 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 在杨家将故事当中呢 潘人美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奸臣 这个人才疏学浅 就是因为他闺脸是皇帝的宠妃 仗的裙带关系 他做了国账了 这大奸臣呢 又对杨七郎 失手打死自己儿子攀抱这事儿 怀恨在心 因此就一心想把这杨家满门全给害了 后来他终于找到机会 金沙滩一战 他就坐视杨家将大军被围 然后呢 还用乱剑射死突围求救的杨七郎 使得第一代杨家将老令公啊 最终也撞死在底灵碑上 他们几个随军出征的儿子 伤亡惨重 好不容易逃出生天的杨六郎呢 最终告狱状 整包青天的帮助下呢 几经周折 还定了这个潘人美的罪 那皇帝呢 还是被他宠飞 潘飞 还枕头风一吹 又把潘人美的罪行给饶恕了 最终呢 让他道老还乡 去乡里做附加翁了 好在这演艺小说当中呢 我们知道坏人肯定是恶恶恶报的 身负血海深仇杨六郎 最终在这个亨松林 手刃仇人 还把这潘人美给弄死了 奸臣呢 也最终得到了该有的惩罚 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戏剧小说 这个评书当中吧 这个潘洋故事愈演愈烈 潘美呢 潘人美就成大奸臣了 就被永远地递在 这个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杨叶杨老令公呢 由于他忠于大宋 勇于抗辽 最后战死沙场 从而名垂青史 就在我们今天的开封市 还有两个湖 一个湖青 一个湖浊 这个水啊 分别特大 因此呢 人们就把浊的那个湖啊 还叫做这个潘甲湖 把青的那个湖呢 叫杨甲湖 此外呢 民间还流传一种说法 由于这个潘美害死杨叶了嘛 因此姓杨的 都看不起姓潘的 自古潘洋不结亲 这种说法就流传太大 在历史上啊 有些地方 还真有过这种事 直到今天 在某些地方 还有类似 拍杨不结亲的说法 我们要知道 在婚姻自由的今天 这种事 听起来 简直就不可思议了 绝对是 拿着传说演绎当历史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